大家好 升旗得讀 今天是2024年9月20日 今天是星期五 我們繼續來到星期五的時間 我們繼續跟大家揭露最新的時事 這節要揭露國際下的問題 發生在中國大陸的深圳日本人學校事件 事件內容敏感 所以避免黃標 我們會繼續用深圳事件形容 好 今天也來到農曆年 8月18日 今年是甲晨年農曆 這一節我們要繼續揭露 是日本 是舉國震怒的 這次深圳事件燃起了 大量的日本人 的不滿 由於整件事太過離譜 所以有大量日本人 是大叫 說乾脆跟中國大陸 是斷交 事件對當前中國大陸來說 絕對 是一件 相當之不利的事情 我也是想用較為客觀的角度去分析 我們現在 重溫到底 是發生甚麼事情 當然我們會部分敏感字眼 刪除 避免過份 的 審查 然後變成黃標 話說 是一個就讀在中國大陸的深圳 日本人學校 的10歲男童是遭遇襲擊的 而相關的男童 亦都在 是星期四 19號的凌晨 是不治 日本是舉國震怒的 而日本駐中國大使館 亦都 是下半期治癌 亦都形容事件 事態嚴重 亦都敦促 中方要立即 查明真相 一直以來中國大陸 都對日本 是煽動著大量的民族仇恨 我們大家都知道 在中國內地由於 社會不開放 亦都由於 下國資訊並不流通 所以在中國內地亦都經常流傳著大量的假新聞 但是 我們也要補充一點 就算真的在 自由開放的地方 同樣地仍然會有很多 都市傳說 還有假新聞 會在網上流傳 大家也不要覺得 只要有了開放社會 就不會有假資訊 在中國大陸的情況 特別嚴重 在中國大陸早前一直流傳著一個故事 就是說有日本人 是來到中國大陸 是開了 日本人學校的 裡面 從門深鎖 只准日本人進入 而中國人 不准進入 首先整個故事的設計 就是說日本人 在中國大陸的土地上 在拿著好處 然後 就是製造這個階級矛盾 簡單來說 是煽動對日本人的仇恨 相關的故事 我早就已經聽著了 因為 在中國內地這樣的故事 是流傳了很久的 為甚麼這些 所謂叫做失實的故事 可以在中國大陸 是不斷流傳呢 明明有網絡警察 又有公安 又有國安 又有實名制 登記 為甚麼仍然可以發生 有大量的假故事 是反日本的 可以在中國內地流傳呢 其實聰明的你應該想到的 就是因為 是中國大陸 官方 是默許 甚至乎根本不是默許的 是跟官方有關的 過去 多次中國大陸的暴動 反日示威 全部都被揭露 是跟中國大陸官方有關的 部分人更加 是公安武警帶隊的 去吃日本餐廳 然後把日本餐廳 示威破壞 更加不用付錢 這個一早就已經知道了 所以 你說有這樣的故事流傳 就是說有日本人的學校 在中國大陸 享受著最高的福利 但是 又神神秘秘不讓中國人進入 這種故事 在內地不斷流傳 我絕對相信 中國大陸官方有份參與 為什麼要容許 這樣的故事在這裏流傳呢 甚至乎 是積極地 刻意製造這樣的故事呢 其實原因就是跟中國大陸 煽動民族主義的維穩方式有關 因為 中國大陸 只要 對外 尋找敵人 就能夠令到 是 愚蠢的老百姓 能夠統一思想的 不好意思 差不多全世界絕大多數的獨裁國家 都是用同一招的 甚至乎 印度也是差不多 印度的五毛也多得很厲害 印度 基本上大部分的人都是極度反西方 說這個西方霸權 曾經侵略我們 中東也不用說了 中東就徹底把整個文明世界當敵人 還有其他獨裁國家 包括南美洲 還有 土耳其在內 全部講的東西 跟中東講的故事版本一式一樣 甚至乎連土耳其地震 都說跟美國是武器有關 而這些故事在中國大陸經常都流傳 好 久而久之 就是有很多 民眾是相信了這些事實來的 所以對著日本人 又或者對著美國人充滿仇恨 他們覺得 這個國家就是因為被美國和日本搞死 所以沒有辦法偉大復興 雖然這些人的想法沒有得夠 但是 不要小看這些煽動 這些煽動就是到最終 導致這次深圳日本人學校事件爆發的 結果 中國大陸的外交部 出來說這個事件 是個別事件來的 在任何一個國家都有機會發生 日本那邊當然是舉國震怒的 也有大量日本人 是痛斥兇徒 甚至有人提出 是要立即撤僑的 也有人叫日本政府麻煩你為僑民著想一下 最少都發過 是旅遊警告的 也有大量日本網民留言說應該要立即撤離中國大陸 日本企業 應該撤出 中國的 也有人留言 就說中國人既然那麼討厭日本人 乾脆就斷交算了 這次的確是觸發日本 是極強烈反彈的 因為 這次的受害者一個只是10歲 的小朋友 而且這次這個事件很明顯 是有人 針對 是日籍的人士 這次也都一反常態地 是中國內地的網民 也是絕對不贊成這件事的 也覺得 會之所以發生這件事 就是因為 是中國 的中共政府 不斷煽動對日仇恨所造成的 我們難得地看到 現在中國大陸 陷入經濟崩潰之後 我們反而發現 大量的中國大陸的民眾 其實是有得救的 當然 無知的人當然仍然很多 就跟香港的藍絲差不多 香港的藍絲可能都有100萬的 我仍然是傾向覺得 中國內地大部分的民眾 其實也是被中共騎劫的 一旦 他們 對政府出現不滿的時候 就是所謂 覺醒的一刻 在香港爆發時代革命 轉眼間 變成有過百萬人 反政府也是一樣的 只是看看一個白紙革命 雖然白紙革命不算是成功 但是 到最終 中共必須要解封的 而且 關注 解封 還有封城 的人 群眾 隨時可能是過億的 我們可以看到 這次這件事肯定是有人長期 由於接受仇恨教育 長期地 是被中共煽動 到最終發生這個悲劇 也很可怕的是 我們不知道到底還有多少這些 社會炸彈會爆發的 其實一早就已經猜到了 清末民變 現在發生這些事 徹底跟義和團是一樣的 其實證明 現在中國大陸根本就是一個 是亡國 之前 的狀態來的 所以我們仍然都是那一句 其實 接下來 我們是預計 沙盤推演 中國大陸 是會有大事發生的 好 我們今節 和大家暫時說到這裏 敬請各位 記得繼續做好 支持六部曲 亦都請各位 記得繼續運用 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記得打開我們本台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再播放 再加上手動點擊 好我們今節時間和大家暫時說到這裏 繼續節目之前 先要多謝Surfshark VPN支持本台 Surfshark VPN可以保護你的個人資料被盜取 避免被黑客到用信用卡 上網可以體驗沒有廣告 沒有彈出視窗 沒有追蹤的網站 粉碎審查制度 可以幫助你繞過政府的審查 隱藏你的網上記錄 可以自由訪問新聞 娛樂和社交媒體 100個國家3200多個伺服器 可以看Netflix和Disney Plus不同國家的節目 不限裝置 訂閱Surfshark可以一家人用 幾多部手機電腦都可以共用一個帳戶 還未安裝VPN的朋友 記得快點安裝Surfshark VPN 多謝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黑池的酒店 我們為了 香港人 提供一個很便宜的居所 大家剛剛來到英國的時候 其實很難即時可以找到屋租 所以我們為大家提供一個廉格的暫住服務 大家可以用一個很低廉的價錢 租住 我們的酒店有單人房、商人房、家庭房 每個月有300磅左右起 提供一個短期的居所 只是收一個月的安金 大家最少住一個月 所以 價錢不是很貴 也不需要帶很多錢 才可以來英國 或者經濟方面 不是那麼鬆動的朋友 提供了便利 我們也有旅遊包車服務 可以藉著由不同的地方 接送去到黑池的酒店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話 可以直接向我們的酒店負責人聯絡 我可以藉著